回来了 他回来看到我跟没看到一样 我看到进去也没有出的 然后我就起来了 我也就进了 然后手里就拿着手机了 看我进去了 他就慌慌张张 把手机往那个床头一放 然后我也没看见 我就绕过去 绕到那个床头那里 我就把那个手机拿起来了 我一看 一条信息还没有 发出去 发给一个女的 他说我明天前去吃饭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人是谁啊 是干什么的 我说你要不是的 我就电话打过去 我就问问他 然后他看我这样的时候 他就给我抢手机 他手机抢去了 他就起来 拿个那个 他穿的那个 塑料的那个拖鞋嘛 就开始打我 夏天我穿着裙子的 我一个胳膊 被他打得全是 轻一块起一块 然后把我这个胳膊 打了脱臼了 我当时穿着 放也不能动了 这个热子 我实在是 突不吓得到我手 然后他妹妹来了 他妹妹知道我们的时候 也经常吵架的嘛 当时看我那个样子嘛 他妹妹就说他 说他嘛 他就心情就散掉了嘛 他说没有这回事 就赖掉了 他妹妹就说 不管有什么事 你也不能把锁子 打成这样 他说不是他打的 他说 后来他妹妹就说了 不是你打的 难道锁子自己 把锁子打成这样的吗 他说你赶快把 开车把它送到医院去 他就不送 我那里走出去 要走两百里面 才有出租车的 他就不送 当时到那个医院 人家下班了 就是没有组织医生了 一个女的十八医生 看到我那个样子 哎呦 吓得吓死掉了 那个医生打电话 打得一通 他说没办法 他说你这个 我不敢给你弄 他说 他说你怀疑八个月 能够不好 要走场的 他说 然后他妹妹就打电话给他 他说哥哥你赶快过来 他说这里不行 他说 他说手指都吃不消了 你赶快过来 开始过来 把他转运 然后他说 我在山上 他说 他就不去 把你打了以后 他这些集中都没有出现 没有 卖水女的这个女的有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我没有就是说 做个不行 年轻的事情 真的简单 有过生意上来往 我是两个股东去 我都认可这个水女 后来这个女的不是说 给我发了好多条 暧昧的信息是发了 人家主动发的 对 对 什么 请吃饭什么东西了 但是这个路毕竟是坏了 他可能是 没在想 走我这里拿着草票 勾议你 勾议你 你还到他的家里 把他接出去 两个人到班级才回来 我跟你说 我说完 你再说 你说我都不行 这个事情就是 我刚才说了 这个事情是有的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我妹对这个小孩子 有非语值想过 吃饭是和一个 上海的朋友在我吃饭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没有的事情 我突然破死屏的 所以我们就是 我打他了 如果说打人 是一时冲动的话 打完以后 看在他怀孕八个月的份上 我们都已经被他去了 他就脱臼 就上了 就是胳膊就在 事实上不是说 八个月的我打多狠 你想一想 他刚才听了 他给我争手就脱臼了 所以为了这个心理 李杨这个事情 我们刚出的厂房 六七千个平方 你借出去 然后就是我给他发个信息 借出去 我请你吃饭 你先把你的照片发给我看看 如果是美女 我就让你做 如果不是美女 我就不怕给你做 就算我有这样的事情 我又有什么呢 你是说没有实质的内容 我没 这肩膊就没有的呀 就在这种情形下 你觉得 你该怎么做 可以让他感觉到更安逸 我该怎么做 他如果稍微能冷静一下 我会实际的 就是说给他解释清楚这些事情 可是对于他来讲 第一他的疑虑没有被消除 然后第二 他认为他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 像他自己刚才描述的 一边胳膊是亲子的 一边胳膊是脱臼的 而且怀孕八个月 这个听起来的确是 他那几个月我真的搞不清楚了 反正我妹妹配他去了 你的态度呢 那时间就不想过了 真的很 我都很纠结了 问题的根源真的恰恰就在南方身上 南方我想告诉你 你是个简单粗暴推误不负责任的男人 就恰恰说那个第三方的问题对吧 我觉得南方你的行为已经为你这个家 这种婚姻亮起了红灯 我真的为你担忧 今天在场上我看到的是 你为两个洋子女流眼泪 我陪着你较累 我觉得这个男的好累呀 可是我发现身旁的这个女人 痛苦 纠结 骄傲 旁徨不安 都是你一手绕成的 听到最后 为什么说世界上 话不说不明 真不调不亮啊 甚至说当时我很想跟女方沟通的时候 梦能我感觉到我非常的理解 和同情这个女人 你看你在外面的婚外群 这是你们婚姻的杀手啊 今天你在场上是为洋子女掉泪 明天 你就该为你的精神子女掉泪 真的 这个女人真的活得很累 你会推诿 把一切责任推诿到她的身上 你考虑过你妻子的感受吗 第一段的婚姻 你接受过 这种教训吗 你总结过经验吗 假如说今天你还活得这么累 真的你还要到离婚这个地步 这个女人也许可能说 她疯了 是你批的 她是神经病 也是你批的 因为你的行为 真的不能让人容忍了 笑了吧 婚姻里面 你们有这第三方 说是个道德问题 实际上当你们有了婚约 也就是说 你能结婚制 布入了婚姻的健康的时候 你就有了义务以责任 男方 你不单纯说给几个钱 钱能买到真正的温情吗 家 家是个什么呀 家是个温暖的地方 别让这个女人天天为你担惊受吧 是吧 而且你还倒立 那咋行啊 我很理解女方 当年她比你小八岁 而且没有结过婚嫁给你 当年你为了得到她 你肯定是把那个养子都走了 没在你家了 你瞒了她 她当年是很自信的嫁给你 她现在很不自信 是因为你摧毁了她的自信 她为什么这么纠结 为什么对你不放心 为什么跟你前面的两个孩子过不去 实际上 她真的是被你折腾的 折磨的 她其实是相当的痛苦的 我觉得今天真的 如果男方在这里 堂而皇之的讲 你很大度 你很善良 你可以对前面两个孩子很好 你可以给别人十块钱 你可以撕水给别人 你为什么不对你身边的 这个曾经你追求 你爱过的女人 来善良一点呢 你为什么不给她一点慈善 给她一点爱心 给她多一点的呵护呢 我觉得你真是个伪君子 一个假善人 真正一个善良的人 对自己身边的人都这么残忍 你叫善良吗 你是善心吗 你是善人吗 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大度的男人 是一个善良的男人 希望你多看看你妻子的痛苦的面容